全球最大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今天估计 由于俄乌战争和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的制裁 其持有的俄罗斯资产价值缩水 剩下原本价值的十分之一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在今天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表示 截至2021年底持有价值270亿挪威克朗新台币 864亿元的俄国股票 占投资组合总额的0.2% 掌管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官员表示 如今这些俄国资产估计价值约25亿挪威克朗 而且这个数字非常非常不确定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副执行长格兰德在记者会上表示 基本上这些资产恐怕不值钱了 为了回应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行动 挪威政府2月27日宣布 价值11兆挪威克朗的主权财富基金 先冻结在俄罗斯的投资 之后再抛售旗下俄罗斯资产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截至2021年底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持有的俄国资产 含有51家企业股票 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陆克石油公司 共占对额投资总资产的三分之二